字幕君 李宗盛 同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稳超盛监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加钱指数大涨了170点 我在上个礼拜五我相信 你有长期看老师节目了 我在上个礼拜五我就跟大家讲 進入到這個禮拜這三天的話 大漲的機會會很大 今天果然看到大漲 那未來的話 其實這個作帳行情再兩天就結束 那未來的話就進入到股東會的一個旺季 那這是一個相連的 這個行情是屬於相連的 環環相扣 所以說投資人你在這個地方操作 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真的啦 那有人當然把這個大盤說得很恐怖 每天都要崩盤 我好害怕 真的啦 我好害怕 我的會員會害怕嗎 不會嘛 我的會員今天還一張股票掌停板 對不對 創新搞 那有時候 這理論跟實際 環境跟邏輯你要想清楚 當然你之前你看到很多電視台也要跟你講 這個對不對 疫情嚴重 現在疫情更嚴重啊 那你看全世界的股市是不是漲到對不對 一直往上漲嘛 現在石油也在漲 現在黃金對不對 雖然有跌啦 但我昨天去買了一個戒指 我大概要測試一下黃金大概一粒多少 一粒是六萬幾塊啦 還在所謂的高檔區嘛 所以說經濟是沒有問題的 經濟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今天大漲170點的話 那類股輪動有一些集團類股 比如說像人堡 今天來到漲停板 今天來到創新高 光照的部分拉回對不對 今天還是漲嘛 對不對 3178的公準 我也講很久啦 希望你賺得到錢 老師恭喜你啦 但是還是不要怎麼樣 這邊猜猜看哪一支會先動 那哪一支不會動 到底是先進光會漲停板呢 還是陽明光會漲停板 拆錯邊去買陽明光的賠錢 先進光沒有買 這個投資人真的很可愛啦 看老師節目鎖定頻道 岩老師非常感謝大家 鎖定岩老師的頻道好不好 但是不要看著節目來操作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重點好不好 岩老師只講重點啦 前播的一個高點 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多號 七十九 看到這邊喔 今天的高點來到多少 一萬六千五二零 大概只有差大概五十點喔 這個地方如果再過高喔 大盤的形態就改變喔 這邊就到左肩喔 這邊就開始怎麼樣 做形態了嘛 對不對 那未來還有右肩嘛 如果說這個是成立的啦 左右肩啊 左右肩對稱啊 這個行情啊 你不要再跟我講什麼清明節變盤 少來這一套 端午節變盤 都不會變啦 都不會變啦 形態就擺在這邊給你看好不好 你相信我 你還是要等驗證 我也不知道啦 這種行情每天在喊空 你不知道空什麼東西啊 我真的搞不清楚啊 六日線五日線均線往上走 量價齊揚 外資怎麼樣拼命買 這個地方業績成長好 出口數據連十二紅 你每天把那個川普跟那個拜登拿出來 大魔王是不是 也不是啦 真的我覺得喔 要尊重專業啦 操作股票不是跟那個社飛鏢 我們現在冬季要舉辦奧運嘛 你看那個奧運裡面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那個社飛鏢比賽 沒有嘛 那你做行情也是一樣啊 每天喊空那你在射飛鏢嗎 不是這樣做 錯了我們就說錯了沒有關係啦 我們小時候對不對 在學校裡面玩皮嘛 嚴老師我本身就常常被老師處罰啦 真的啦 處罰嘛 處罰就罰 有錯我們就改 對不對 你也知道有個人砍倒了一棵櫻桃樹 如果說他不承認的話 他沒有辦法成為美國總統啊 誠實為上 勇敢的去面對大家 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我是一個真的是非常虔誠的一個佛教徒 我虔誠到每天怎麼樣早上起來對不對 三拜九寇的 開始念一些經 來平靜自己的心情 我也希望說在這個人生的道路裡面 盡我一己之力 我能夠幫多少人我盡量去幫 沒有辦法幫我也會在這個檯面上跟大家講 小弟不踩我能力不夠我沒辦法搬 但是我覺得不會去欺騙大家啦 我覺得欺騙大家是一條不歸路 終究這個夜報會回到自己的身上 讓大家來做個參考好不好 來 看一下 顏老師節目時段三個了 下午三點半開始到四點 凌晨重播兩點半到三點 早上重播時間七點到七點半 三個節目給大家做參考 我相信長期看老師節目的 你對顏老師做多 你的看法在什麼地方 顏老師是對的 顏老師方向沒有看錯 方向看對嘛 也要找對股票 我非常認同 這個投資人真的是很有會跟啦 會跟啦 那我現在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去公園裡面給他問一下 所以公園現在是做多的還是放空的 做多的現在在住飯店啦好不好 放空的去住公園啦 你不要跟顏老師講說 老師這行情掉下來之後 公園裡面就沒有人去睡覺了 我跟你講喔 那房子都賣掉了 存款都沒有了才去睡公園啦 一旦睡了公園啦我跟你講回不來了 所以說人很重要 不要走錯路啦 大盤要轉折了 我也跟你講嘛 這邊在走區間嘛 我今天這邊有提醒你 如果過高 過高這邊叫左肩 這邊在走形態 左肩形態 右肩 這邊會拖得很長 這邊會拖得很長 這個就是所謂真實的一個台股啦 真實的一個台股好不好 台股它就會走趨勢嘛 做多來拿證據給你看 你放空的也拿出證據嘛好不好 你放空的哪些股票你是賺錢的 對不對 我做多嘛對不對投資人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對不對 先進光今天有沒有再漲停 有人說老師這次要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啦 這次也是漲停板對不對 對啦 你有拿到赤料嘛 你從LINE裡面 你從LINE裡面 今天有沒有看到這一檔股票漲停板 沒有你來找我 你要是下台一鞠躬 你在LINE裡面去看喔 Telegram裡面也有你不要亂看喔 你有掃描QR Code的你直接驗證好不好 這支啦 這支啦 我不打開就希望你上車啦 你一支都不上車啦 老師你明天要買哪一支 明天買這一支 老師有家公司要QR Code的嗎 沒有啦 你這個先掃描QR Code 我叫你掃你就趕快掃 廢話不要那麼多 明天我們準時上車好不好 我現在讓你掃喔 未來不見得會開放喔 這檔股票明天早上9點5分好不好 9點5分啦 叫做工準的接班人 我準備要上車啦 今天工準漲停板啦 這漲停板真的沒有什麼啦 顏老師這個節目不是那種馬戲團的節目 每天掃停板的沒有啦 不需要啦 但是一定會先預告 這檔股票來 上個禮拜五跟你講的喔 你有買的應該是開盤價23 7.5 鎖掃停 我沒有叫你追啊 證據在這邊 我沒有叫你追 那今天很不湊巧的又漲停了 我還是叫你不要追好不好 等拉回再買 你看老師節目看那麼久了 我拿什麼時候叫你去追 沒有錯吧 風險先控管嘛 禮拜五漲停板 沒有追啦 今天再漲停板 一樣等拉回好不好 一天兩天你都看到 看到 當然最近有一些新的股票 你要提早佈局好不好 你沒有提早佈局的話 就算今天行情再好 你就賺不到錢 這檔股票叫AES啦 有人說KY的風險比較高 那你就自己做出一個風險管控 但是我認為這檔股票 毛利率26% 盈利率14% 股東報酬率23% 他是做什麼的 高功率的 離電池的 我認為你第一檔去 你要去接啦 第一檔去你要去接啦 你如果說認為漲太多了 你就賣掉吧 錢就到手了 這個叫新的 四月份開始很多股票都新的啦 新的 新的你去做 就賺得到錢 這檔股票也是新的 有人說老師高價股我做不起 拍謝我資金部位比較大 我沒有辦法去買這種高價位的 那低價位的 低到不能再低的可以嗎 開盤價16塊的 這個可以啦 成交量大概也夠 馬上鎖掌停嘛 所以說投資人你要去取捨 你要去取捨 對不對 有一天到晚在打折 你在岩老師節目裡面 你很少看到打折啦 因為岩老師相信這個啦 我相信這個啦 投資人要的也是這個啦 投資人要的不就打折啦 打到骨折的不用啦 投資人要的是這個 你真的操作好的話 投資人他是很樂意去付錢 因為你這個有賺錢啦 繳錢應該很正常啦 沒有那個說只有賺錢沒有繳錢的啦 我這樣子講應該對不對 投資人對不對 應該都很清楚啦 今天大漲170點對不對 明天還是有很多的股票都會大漲 還繼續漲 一直漲到對不對 這個空頭啊 對不對 公園不要睡了 連公園都沒得睡 然後這個大盤才會下來嘛 那個時候你去放空 也好是舉雙手啊 贊成啦 對不對 你快去扛一下 補一下你知道嗎 現在沒有空方的一個條件嘛 股東會在開 沒有機會啦 天不渡人啊 人虛制度啊 一切都來得及 一切都來得及 這句話我真的要勉勵你啊 天不渡人啊 人虛制度啊 當然我這個昨天啊 去買了一個經濟的 我給大家看喔 我不是跟大家炫耀 來導播看一下喔 這裡 看到很漂亮對不對 金燒燒金燒燒你知道嗎 純金999 就像葉老師的人品一樣 999 我注重誠信啊 我認為人沒有誠信的話 在這個社會上面也好 在這個舞台上面的話 根本不會有立足之地 好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不要說 老師你是光說不練是不是 好老師練給你看 來這支啦 來這支 這支叫公嘴 我不會拿出來跟你表演 表演沒有用 因為我的會員都在看電視對不對 有沒有做 兩級會員在做 這個要保密 很多人看節目啊 看節目喜歡對不對 看老師的節目喔 看得很過癮 做得也很過癮 那多看好不好 不要做 因為這個節目啊 有些股票是僅供參考好不好 我們這個今晚會規定 非常的清楚啊 看節目不要去操作任何的股票 看節目不要去操作任何的股票 本節目只供怎麼樣 只供參考 你可以參考這個嘛 毛利率41% 盈利率19% 你不是基本面很厲害嗎 老實說有時候基本面很厲害 也不見得會漲 沒有錯嘛 那你還去看基本面 基本面要了解這家公司營運可以啦 技術面也是一樣 其實他都是參考啦 參考一下好不好 低軌道衛星 很多人在講嘛 很多人在講 但是有沒有證據 操作不是說用嘴巴講啊 要有證據 禁骨好不好 公準 叫你賣你就賣 沒有叫你賣你就報嘛 這要對會員負責啦 別再歐白講你知道嗎 公準 有沒有跟你講拉回 這個地方拉回是多少 80塊 今天來到多少 98塊 98對不對 有人說老師會不會到100 有人問說會不會到200 我不知道啊 我給你洗在這邊啊 80幾塊的時候叫你拉回嘛 拉回注意嘛 今天98.6 還沒到100對不對 明天可能到100 未來會不會到200我不知道啦 投資人就慢慢看 慢慢看 有時候這股價只能做啊不能輸啊 有人說老師啊 這四根漲停板就不會動 不會動 那老師下一支是什麼 下一支叫公準的接班人 接班人 接什麼 接公準 好那我先聲明好不好 你拿到這份資料 3月5號拿到這份資料 不是公準的 你來找我 你來找我 3月8號 3月奔牛標股 這一支 什麼 美國低軌道衛星商機 你拿到資料 不是這檔股票的 你來找我 好不好 姨老師願意負責啊 兩份資料送給你 第一份資料 公準的接班人 3月5號 第二份資料 3月奔牛股 公準 3月8號送給你 今天公準漲停板 漲停板 好 有人問說 老師開盤價能不能買 這個你自己看 我認為這個地方 你要做的話也是說做個價差啦 股價到多少 98塊 又有人在問 老師會不會到100 老師會不會到200 慢慢看 沒有一個老師像顏老師這樣子啦 我操作還拿證據給你看 你到檯片上面去看一下 其他的老師啦 他們會不會拿證據給你看啦 這跟我沒有關係啊 但是我要對我的會員負責啊 我的會員在看節目 在看電視啊 他不希望看到一個什麼 欺騙的 老師上頭說我的股票我都沒有啦 老師在上頭說得很開心啦 每天的馬戲團表演對不對 結果呢 參加以後什麼都沒有 公準 兩級會員做到 兩級會員 那下一支公準在什麼地方 你不要跟我講說下一支公準 老師我猜到了 他叫仙進光 都真的很會猜喔 真的喔 猜不到的話不叫做很厲害好不好 83.9 早上一開盤就有人在問了 老師要不要買 這漲那麼多了你還敢買 這個地方你說老師漲太多了 我說等拉回嘛 等拉回 今天漲停盤90塊 這個地方拉回50塊 底部起掌新的 仙進光 仙進光 演講會有有沒有告訴你 LINE裡面有沒有告訴你 有沒有把資料送給你 六六大順 仙進光的接班人仙進光 六六大順 老師真的很順耶 老師這個地方你還叫我買喔 慢慢看 慢慢看 對不對 當然有人去猜什麼陽明光 對不對 陽明光你要買在這個地方 漲上去的人去追幹嘛啦 很奇怪 這很奇怪 你的低檔區不買 人家已經漲到對不對 已經漲上去了 你才說這個地方可能還會在漲 真的有時候不要亂猜啦 真的不要亂猜啦 那當然這個行情 我認為目前為止的話 如果錢高過的話 台股又是一個新的一個里程碑 但是你不要去猜這個行情過不過 因為4月份開始就有很多的股票 投資人你都可以買 買得越多賺得越多 買得少你賺得少會後悔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明天很多股票會直接噴 就跟今天一樣嘛 先進光就噴了嘛 對 先進光就噴了 他在噴什麼 老師他業績不好耶 他在噴什麼 老師今天工準 今天又漲停了對不對 工準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跟大家講好不好 工準的接班人是誰你不用猜好不好 來 工準的接班人是誰你不要猜好不好 3178 來 工準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工準的接班人是誰 就那麼簡單 明天我們準時進場佈局 如果說你工準有賺到的啦 銀行老師恭喜你 我要你恭喜 沒有賺到的 沒有賺到的今天怎麼樣 今天麻煩大家花一塊錢好不好 花一塊錢電話把它撥通 未來會不會有賺錢的感覺 未來會不會跟工準一樣 未來股價會不會大漲 對不對 明天早上9點5分 工準的接班人我們準時進場佈局 所以我們今天20線全線開放 要掃描QR Code的趕快掃喔 先掃先通知 你掃描的速度越快 我們明天越早通知你好不好 明天早上9點5分以前 工準的接班人如果要發動 我們立即通知 前面10位的 有完成掃描QR Code的 有打電話的 岩老師我親自通知 至今超過500萬的 跟我們助理講一下 岩老師親自回電好不好 明天要操作 操作什麼 公準的接班人 電話還沒有播的趕快播 電話還沒有播的趕快播 要體驗的趕快用手機掃描 留下姓名聯絡方式 打電話進網後 輪圓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機盤式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顧 年分析師 畢竟多次萬元與空投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驗大盤結構 最能凍竹機先 充分掌握風險 積極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横圓投顧 智庫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顧 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機盤式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酒駕罰很大 一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去檢或去測 罰更大喔 二 呼氣酒測值 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 同車乘客 三 酒駕再犯 聚檢及聚測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萬2000元喔 五 未完成酒駕 防治教育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 慢車酒駕 也加重處罰喔 酒駕林歐駕 內政部警察署關心您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當然這個作帳行情 大概兩天就結束了 作帳完的話又要輪到 這個所謂的股東會的行情 那股東會完了之後 老師就沒有行情了嗎 還有行情 但是是屬於個股表現 那大盤現在如果說這幾天有過高 這個形態上面就會產生了變化 所以說岩老師是學技術分析 我對於這些細微的變化的話 我看得非常的仔細 所以說我不會每天跟大家那邊拆拆看 今天做多明天做空 這趨勢沒有改變 你現在就是屬於個個股表現 跟今天一樣大漲170點對不對 明天可能會拉回 拉回你也不用怕 有些股票拉回反而是怎樣 好買一點 比如說當時候元月份跟大家講的值得 你也許認為它不會漲 過年的時候我再送你一次 這叫值得對不對 你覺得說老師這值得70塊錢 漲到100多塊錢而已 後面它是不是上去了對不對 後面它是不是上去了 你操作值得應該每個都賺錢 你買大銀尾也是一樣 但是你要記得是底部去買 買下去要會動的 不是說買下去不會動 買下去不會動去買它幹什麼 對不對 我在節目裡面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講 股票買在發動點 要買未來會噴出的股票 買發動點買噴出 未來會大漲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未來操作怎麼做 跟上我就對了 對不對 集中火力買標股 明天工准的接班人是不是標股 我不知道 我這邊保密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喜歡Copy 尤其是看老師的節目喜歡Copy對不對 顏老師講先進光很多人對不對 接下來講 到時候我賣掉了 我賣掉了 你不要說老師 你都沒有跟我講一下 有時候股票真的有買有賣 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 當然恭喜大家 恭喜我的會員 公准今天漲停板創新高 你要賣誰是可以賣 你要賣誰是可以賣 你賣掉就賺錢了對不對 來到股票市場那邊就是想賺錢 但是我一定會留證據給你看 有做就是有做 沒有做就是沒有做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買下一隻 公准的接班人 我今天跟你講20線 我們公司的專線20線 今天盡量打 把他打到爆都沒關係 QR Code還沒有掃 真的你趕快掃 明天早上9點5分以前 如果公准的接班人發動了 我一定第一個通知你好不好 但是你沒有打電話的 沒有辦法通知你 你沒有掃描QR Code的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掃描QR Code 還沒打電話 等一下動作就要怪好不好 公准今天漲停板創新高 沒有什麼 未來公准的接班人就在這邊 還沒有掃描QR Code的 趕快掃 明天早上9點5分 要發動的同時 我們會直接通知你 賞描QR Code 留下姓名聯絡方式 明天早上立即通知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危險 假設 明天早上就被嚇倒了 取消音 無尊師 場有 無尊師 扮演 第四個 由 散路 辯 佛 雷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加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顾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江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你愿意爱他保护他 不论生活